每年年节都会发送爱心给节友 以及独居长辈的创世华山和仁安基金会 今年也在高雄河边餐饮机构的张树然董事长 带领餐厅员工一起包爱心福气种 一共要包出三千多颗 要来分送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让这些朋友们感受社会的温暖 以及年节的气氛 那这次我们会邀请的对象呢 除了就是往年会邀请的流落街头的这些流浪汉 那还有就是孤苦无疑的老人 那除了这两个对象 那我们今年还特别邀请的就是 单亲妈妈单亲家庭的妇女 带她们的孩子可以一起来参加 然后在这个睡魔寒冬的时候呢 能够感受我们社会的温暖 那我们河边我们也有准备爱心种 就是每个人都会包回去 那我们对菜色的方面就是赞助 把我们高雄最好吃的 鱼鱼秋刀鱼都来入菜 在地的食材在地的美味 还有在地人的爱心 都要集结起来 希望更多人都能够来参与这次的活动 除了发送种植以外 在2月5号当天 全台各地总共洗开3000桌 要让三万名弱势族群的民众 共同来享用精致料理 重温一家团聚围如的幸福时光 希望说能够透过大家的跟我们创世基金会 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能够让一个一年一度的尾牙 让独居老人嘛 还是街友们 大家能够享受到一顿热腾腾腾腾 又澎湃的料理 高雄河边餐饮董事长张树然表示 希望在爱心种的抛砖引玉之下 能有更多的社会人士 一起为弱势朋友们出一份心力 记者国际民庭高雄采访报道